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的资料是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下载的是财政部的一个进出口资料 进出口开放资料 好那什么叫开放资料 就是政府机关他可以取得人民的资料 例如说财政部可以取得各公司盈利的公司的资料 例如说进口多少出口多少的资料 这个时候他把它去识别 那因为公司行号他是属于那种 就是可以不去识别 但是如果是像那个新增确诊的人数资料 这个谁得了什么疾病 这个是需要去识别的 好 所以去识别完毕之后呢 他就可以开放放到网络上 让一般人一般研究人员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社会人士来进行资料的分析 这就是开放资料 好那我现在呢 我就直接到这个财政部 我就直接输入财政部的进出口 不对 这讲财政部的开放资料了 财政部开放资料下载 好 所以不是在这边 不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 我看 我看应该是在这里 在这里 什么文件下载 开放资料 财政部 好 对不起 不是 不是 那看第一个 在最下面 最下面 最下面 点一个叫做 统计资料 统计资料 应该是在这里面 财政部政府资料开放行动策略 对 在这里 这个财政部 政府资料开放行动策略 可以吗 可不可以看到这一个 你用Google搜索引擎去找 各家放的开放资料都不尽相同 卫福部有他习惯的放的方式 那财政部有他习惯的放的方式 好 在这里 这个 财政部政府 资料 开放行动策略 好 请点它 然后在最下面 然后在最下面 最下面 有一个叫做 统计资料库 统计资料库 在最下面 最下面 这个 统计资料库 好 点了统计资料库 它分三种 它分三种 请问进出口会放在贸易统计 还是财政统计 还是地方财政 贸易统计 为什么 这个不是我课程所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可以吗 好 来 请点 请点它 请点它 对了 我在这边 每一次 我开的课程 都用不同资料 这样了解吗 我在这边开 教这个大数据分析 我会希望说 像我教过人口 人口 教过结婚 算过那个什么 幸福指数 包含什么 结婚 出生 死亡 听得懂吗 反正还有什么交通事故 反正就是 我会希望说 把各公家机关的开放资料 带一下 好 那只是这一次 刚好我们讲的资料呢 是用财政部的 还有卫补部的资料 好 来 麻烦请看一下 点选了这个贸易统计资料查询 最左边 最左边 因为我希望拿到的资料 我希望拿到的资料 有包含这个进口资料是来自于哪些国家地区 以及什么产品 以及什么产品 对吧 所以我所使用的是这个 进口主要国家地区主要货品 所以请点左边 左边这个进口主要国家地区主要货品 可以吗 这边要有进口就会有出口 好 所以在贸易统计资料里面 请点这个 国家地区货品交叉分类表里面的这个 进口主要国家地区以及主要货品 你右边就会看到这一堆的选项 这样可以了解 这边就 每一个单位都不尽相同 比如说我在教 繁保署的资料 它就很像现在财政部的资料的呈现方式 好 来 首先 首先 它通常我们要下载资料 一定是从 从第一个 一端开始有资料 开始一直抓到最新 也就是90年的1月 可以吗 可是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呢 我们就先抓108年好吧 108年 1月 108年1月 一直到111年的2月 所以这边不用动 这边它是 现在它到几月 现在是不是3月 可是它不可能提供你3月的进口资料 对吧 好 所以它只能提供到2月 好 在这个地方 有年 月 别 建议选月就好了 不要选这个 含年 因为年 有年的总计 你要记住 总计其实是浪费我们的资料运算 根本就不需要有总计 你把所有数字全部加总起来 那不就是总计了吗 好 所以 所以你既然取得了各月的资料 总计自己算 可以了解吗 请问这边你一定要听懂 因为这个总计 请问1月到12月 加总起来的总计 是不是就是年的总计 对不对 对哦 好 但是 这个总计 这个全球的总计 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全球的总计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亚洲 亚洲的总计 可以吗 亚洲的总计 是不是就是这些国家 全部加总起来 不是不止 你还有很多没有列进去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刚刚我讲那个年的总计 是1月到12月 加起来 没错 可是这个总计 可是这个总计 就不是了 这个总计 假设亚洲地区 有很多很多个国家 这边他只是列出 主要 主要 有看到吗 主要国家 听得懂我的意思 请问上面有没有匪计 就没有匪计 就没有匪计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这个总计 这个亚洲的总计 不等于 这些国家的总计 主要就是因为 他只列 主要国家 这样有听懂 这两个总计的差别 然后接下来 这边输出的格式 你不用动 计算的模式 我们当然是用统计值 其实所谓统计 你知道统计都在算加打 而且把它加总起来 这就是统计 错了 统计很难念 真的统计很难念 他主要难念的是 你要先从几率开始了解起 这是统计他的 最最最 可以被大家说服的 他就是在算几率 然后 接下来他有更重要的检定 不过我在这边只是告诉你 这个统计值所指的 就是加总而已 然后接下来输出网页格式 这次是CSV 可以吗 试算表CSV 然后接下来 麻烦请看一下这边 这边统计一下 请勾这个国家地区别全选 是不是全部都打勾了 但是这个全球请关掉 这个全球请关掉 这个全球一定就是 亚洲加上 加上 中东 中东算亚洲吗 算吧 那个财政部这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层次太高了 这个中东这个层次太高了 好 然后亚洲加北美洲 加中美洲 加南美洲 加欧洲 加非洲 加大洋洲 六大洲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全球不要打勾 不要打勾 可以吗 再来 请把这个中国大陆与香港 请不要打勾 因为你等一下会拿到中国大陆也会拿到香港 没必要再多拿一个这个中国大陆与香港 可以吗 好 请把这两个不要打勾 有听懂吗 我还是在讲总计的观念 总计对我们大数据分析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数字 好 在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主要货品别 请勾全选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你这样就全部都选好了 选好直接点查询 查询在这里 好 剩下来就是他去把它变成CSV的 然后做好这个CSV的放在下载里 他现在就在做这件事